能夠供應的數量 在給定不同價格之下 廠商願意前能夠供應的數量 在其他條件不便的情況下 我們說公機曲線是價格跟這個廠商願意 可以能夠供應的狀況成正向的變動關係 我們說這個叫公機曲線 跟消費者的行為一樣 需求曲線背後有個隱含 就是效用極大化 公機曲線後面其實隱含的是什麼 隱含的是廠商的決策 廠商的決策 廠商在市場上不是做善事 廠商在市場上一樣要賺最多的錢 要利潤極大化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談廠商的供給決策 在談廠商供給決策之前 你知道廠商是什麼 廠商就是生產東西 生產東西 那生產東西要有成本 所以我們就要先來談什麼叫做成本 那談成本之前 我們要看看什麼叫做生產 要先談出生產是怎麼一回事 生產生產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再來談那個成本 因為生產會發生的成本 那廠商根據他 根據他要生產不同的東西 然後因此而發生的成本 然後再決定他的供給決策 再來談決定他的供給決策 好那我們就來談什麼是生產 那談生產我們第一個要談的就是生產函數 生產函數呢 基本上他是這個樣子 他就描述生產要素跟產出之間的關係 生產要素跟產出之間的關係 那什麼叫生產要素呢 生產要素呢 就是指生產的投入 生產函數呢 描述生產要素跟產出之間的關係 所以會牽涉到兩個東西 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叫做生產要素 一個叫做產出 那生產要素是什麼呢 生產要素我剛剛有跟大家講 生產要素呢就是生產投入 因為生產要素一般來說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詞比較乖一點 沒聽過 他講的是投入 你生產的時候呢 你要投入東西進去 你一定要加東西進去 所以就是生產要素或生產投入 那生產投入有哪些東西呢 生產投入有哪些東西呢 來我問原物料成本 什麼是生產投入 原物料成本 你要生產東西 比如說你生產電腦 你生產電腦你可能是組裝廠 所以你買一大堆CPU 買主機板 買那個什麼 買那個 電壓器 記憶體這些東西 然後硬碟 來組裝 請問這些東西算是生產投入 不算喔 經濟學家說這個東西不算喔 這個東西不算 生產投入是什麼 生產投入是說 比如說你是開組裝廠 電腦組裝廠 你買CPU 主機板 然後硬碟 記憶體這些東西 來 生產投入是什麼 生產投入是說 你要找人來把這些東西組裝 找人 找這些人來組裝 找了這些人 這些人才叫做生產投入 所以這個是什麼 勞動 生產投入是勞動 勞動這個才算生產投入 勞動 然後呢 你找這些人來組裝的時候 你不可能叫他站著吧 你可能會給他一張桌子 一個椅子 然後給他什麼 螺絲起椅 去幫你鎖這些東西 那這些桌子椅子 螺絲起椅 這個也是生產投入 這個叫做資本 這個叫做資本 這個叫資本 資本 資本 然後呢 雖然通常生產投入只談勞動跟資本 過去 不過其實大家知道生產投入裡面 還有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技術 也就是說 你找人 找了這些人 還不能隨便阿薩布 請猜槌小朋友來幫你組 那你這個電話就壞掉了 你一定要找什麼 你可能要找工科的 工科的 然後呢 他可能學了一些東西 然後他知道 他知道怎麼組 他知道怎麼組 他這個東西叫技術 這個東西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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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生產投入 基本上講這三個東西 勞動 資本 跟技術 來組電腦的人 需要懂電腦的一些 detail的技術系列 他才知道怎麼組 那同樣的 你也會有管理人員 管理說 我們要怎麼組 是不是要組裝 流水線 可能有人先組記憶體 有人先組 負責專門負責組 CPU 有人專門負責組記憶體 然後FQ這樣子 像生產線這樣過來 那這個呢 管理的部分 這個也叫做技術 這個是生產投入 那 談到生產投入裡面呢 有個東西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說這個資本 這個資本呢 通常我們講的是K 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講的是存量 存量 所以有些時候呢 你會 像說你在那個什麼 你會在經濟相關的報告上看到人家說 今年投資多少 今年投資多少 投資不是資本 了解嗎 投資呢 是資本的變動的其中一個組成 所以 投資呢 你在生產過程裡面的生產的投入呢 比如像說你就想像 剛剛我開我說組裝廠那個東西 組裝廠的投入一個是勞動力 很多人來嘛 那資本就是你在那邊有桌椅 還有螺絲旗子 這個就是資本 可是呢 投資是什麼 投資就是說 我今天新買幾個椅子 新買幾個螺絲旗子 這個叫做投資 可是呢 生產投入絕對不會是你今天新買的這些螺絲旗子 跟新買的椅子 你的生產的投入的這個資本 一定是你現在工廠裡面有幾張椅子 幾張桌子 幾個螺絲旗子 你有十個螺絲旗子 十張桌子 這個就是你的資本 今天新買了一個螺絲旗子 這個叫做投資 所以在經濟的報紙或新聞裡面 有時候你看到人家說投資 今年投資多少 投資只是資本的變動 增加多少 所以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 這個東西呢 不是投資 投資是 投資是變動 投資講的是變動 他是一種 他是講資本的變動 這個東西是講資本的變動 那當然資本的變動 不會只有投資 還有 折舊 什麼叫折舊 你有桌子椅子壞掉 你把它丟掉 丟掉 所以他會有你新買的 跟你丟掉的 所以這個是變動其中的部分 變動其中的部分 這個是資本的變動 或是說 這個是資本的變動 應該我可能用流量直接來講比較快 用流量 因為他只是流入的值 還有流出的值 就是折舊 流入跟流出相減 才是資本的變動 流入跟流出相減 才是資本的變動 投資只是流量的部分 就是流入 流入 流入 這個部分我不會講太多 因為下學期的那個 下學期在講GDP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會細講 不過你要知道 生產投入的資本 是存量 工廠現在有多少台機器 有多少台機器 另外一個事情是 什麼叫做產出 剛剛我講了一個東西 是說我問了一個問題給大家 就是說我說 如果你開電腦組裝廠 你買了這個CPU 主機板記憶體硬碟 我說這個不算生產投入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哇這個不算生產投入 那這個要算什麼 我會跟你說 經濟學家通常在講產出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 我們算的產出 事實上是 會扣掉這些 你買CPU 主機板的這些錢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通常 經濟學家在講產出的時候 我們只算附加價值 只看附加價值 什麼叫做附加價值 舉例來說 我剛剛講那個組裝廠的那個例子 我剛剛講那個組裝廠的例子 你今天組好一台電腦 賣出去兩萬塊錢 那你買CPU 主機板 記憶體硬碟這些東西 花了七千塊錢 那你整個過程中的附加價值 就是一萬三千塊錢 也就是我們會把兩萬 扣掉那個七千 所以你買主機板 CPU 硬碟 記憶體這些東西 就不會算投入 因為他 不是在計算整個生產獲勝 他不是 他我們不算這個這一塊 我們算的是說 你在這整個 開電腦組裝廠 你在這整個 裡面呢 你替這些 租記憶體 主機板 硬碟這些東西 創造了多少價值 本來你買這些東西 七千塊 可是你把它兜起來 組裝成電腦 然後再加上品牌 再去外面行銷 人家講這個東西多好用 創造出來的價值 是從七千塊 變成兩萬塊 那這一萬三千塊 就是你在整個 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 創造出來的事情 我們說這個 叫做附加價 這個才是我們所謂的 產出 產出是算這個樣子 我再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比如像說 我舉例來說 你今天開個 那個蛋糕店 蛋糕店 然後呢 你買了 那個 麵粉 加蛋 總共呢 一個蛋糕 原料是 MT15塊錢 然後呢 你把它變成CAKE 你把它變成CAKE 變成MT50塊錢 請問產出是多少 產出不是50喔 產出是35 是50減掉15 這個才叫做產出 這個才叫做我們所謂的產出 這之間的這個差距 這個才叫做產出 所以我們講的產出是附加價 是這個意思 所以產出是35 產出是30 產出是30 所以這個才叫做我們所謂的產出 我們所謂的產出 你們在下個學期呢 學GDP的時候 他也會跟你講這個事情 通常在算一個國家GDP的時候呢 就是把所有的國家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附加價值全部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從外面進口一大堆原料 然後呢 如果這些原料之後沒有創造多少價值 再賣出去的話 那你的附加價值就會很低 你要買一堆原料 然後呢 創造一大堆價值 比如要買原價值 100萬 後來賣出去變成1000萬 那你的GDP就是900萬 你的GDP就覺得 你的附加價值就會是900萬 是這個樣子 那生產函數呢 有一些 我寫來等一下 有一些有些例子 生產函數有哪些例子呢 比如像有個例子 很有名的例子 叫Covidogra生產函數 你們可能會常常碰到 在總體的時候呢 在下學期中 你可能會常常碰到這個東西 Covidogra生產函數 這是一種很常用的生產函數 很有名的生產函數 他寫成什麼呢 他呢 這個生產函數呢 是經濟學家 建立在許多統計資料上面的 通常用來描述一個國家的 投入跟產出之間的關係 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呢 用大量的資料去看 看到出來說 很像大多數的國家呢 他們的那個什麼 投入跟產出呢 許多國家最開始是 1950年代的時候 那個美國的經濟學家 去看那個美國的資料 看一看不看說 他們的投入產出之間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L是勞動 K是資本 A是技術 Y是產出 大概有這樣的關係 然後這個 係數值呢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係數值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Covidogra生產函數 Covidogra生產函數 大多數會看到這個事情 好 好 那 OK啦 這個部分應該都是介紹性的 好 那通常我們在討論生產決策的時候呢 我們會分長期跟短期來討論 什麼叫生產決策 生產決策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你在想說 OK 我要決定我的產量是多少 那你怎麼決定你的產量是多少 我說你的產量跟你的投入有很大關係 對不對 你的生產 你的產出呢 就是你的產出呢 是透過你不同的投入來決定的 你投入勞動 投入資本 投入技術 透過這些東西來決定的 那為什麼要分長期跟短期來討論呢 因為有些時候 那個你有些 有些投入是不能改變的 什麼意思 譬如像說 如果你今天討論產出決定 討論說明天我要不要增加功能 請問你的機器能不能改變 不行 機器的購買呢 很多時候他可能譬如像說 你要買一個機器 那可能要從很遠的地方運過來 所以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時間 那技術的變動呢 可能又花更久 大家又花很多時間 做RMD 要做training 要花很多時間才增長技術 那勞動呢 勞動可能是比較容易調整的 所以有些時候 我在談生產決定的時候 我就會分不同的起 我就說 我今天要增加產量 我要討論的是什麼 明年要不要增加 那我可能就想說 明年我要多買一些機器進來 我是不是要多買一些機器 現在就開始想這個問題 那可能你可能要預估說 那明年的是不是市場 還是這麼好 你可能要做這個判斷 那如果你想這樣 是說 下個禮拜要不要增加產量 那可能很簡單 你就馬上就hire工人 馬上就找工人來做 然後呢 你就不需要想說 明天警力是不是這麼好 明天可能警力不好 那沒關係 你找的是臨時工 大家都是簽一個月一個月的 或是幾天幾天的這樣 明天 下個禮拜 警器會可能覺得 我缺工你馬上就找人來 所以這個樣子 短期的決策 所以短期決策 跟長期決策 會不大一樣 所以通常在討論生產決策 就會分長期跟短期 那所以我們的長期跟短期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分 我剛剛也討論 就是因為有些時候呢 你在短期的時候呢 有些時候有些生產決策 那數量是不能改的嗎 比方機器設備 你要想的 大家就要想說 欸我要買 所以我要想的是明年的事情 明年我要不要買 那勞動呢 這個東西呢 比較容易調整 所以通常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把生產技術 我們只看勞動跟資本 不要 生產元素 我們只看勞動跟資本的話呢 那我們基本上 糖也可以 我們就可以這樣談 短期呢 什麼叫短期 就是只有 只有L可以調整 可以可調整 通常是這樣在看 然後長期呢 長期就是全部東西都可以調整 或者說我在講 剛剛裡面講是說 L跟K 如果你真的要素只看 L跟K不討論那個技術 正常就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調整 所有皆可調整 皆可調整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 短期的生產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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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堂課裡面呢 也在談這種短期的生產函數 為什麼不談長期的呢 你想想看 長期的之後 是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調整 那如果我只說 生產要素之後 L跟K 我不討論A 不討論技術 那這個時候 討論就會比較複雜 對不對 對我們這時候 你畫出來的函數就是 生產函數 是跟L跟K 有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產量 那就會是一個3D的圖 上次我們畫 消化3D的圖 已經大家搞了頭昏腦障 對吧 那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講短期 短期就是什麼呢 K不動 只有L可以調整 那相對來以後就簡單 我用2D的圖 就可以呈現了 那我說怎麼用2D的圖 呈現這種三維的關係 你就想說 K不動的情況下 L跟Y有什麼關係 當K變動的時候 我們就再把這個 彈數再往上往下平移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談短期的生產彈數 只有L可以變動的情形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叫做總生產TP Total Productivity Total Productivity 生產力 我們通常呢 就是說呢 我就用一個 那個 函數來表示 他L 我們只是討論L 所以我們就 函數裡面就只放L K跟其他因素呢 都保持不動 K或其他因素 和其他因素 K和其他因素 皆保持不動 所以我們就寫總生產力 你的Total Productivity 等於F L 所以你就想要 剛剛這個東西 Covidactyl生產函數 我就是 K跟A 都造成是常數來看待它 就帶一個直進去 比如說是20 那這個時候呢 那就是Y等於20 乘上Lα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大概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我剛剛的Covidactyl生產函數 為例 比如說我就是 把 代入 A K β 等於 舉例來說我順便講個數字 20 那這樣子呢 Y就會等於20Lα 像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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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Y等於20Lα 所以像剛剛 如果Covidactyl生產函數 我把A乘上Kβ代入20 那就是這個樣子 那 AK等於20是什麼意思 就是 K 或其他要素 保持不動 是一個常數值 保持不動 就是常數值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它 好 那一樣呢 我既然有總生產力的概念 我一樣就會 跑 生出另外兩個類似的概念出來 一個是Average Productivity 平均生產力 平均生產力 Average Productivity 我們就叫做AP 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就是把它定義成 你每單位勞動可以生產多少東西 AP就等於TP出於你的L 那相對來說 我們也可以定義出一個Marginal Productivity 這個大家現在應該很熟悉 我當我講到Marginal這個意思的時候 就是在講微分的意思 所以我說Marginal Productivity 就是在講說呢 我增加一單位勞動的時候呢 增加 additional 而外增加一單位勞動的時候呢 你會多增加多少生產力 我用Poucher偏微分 因為要跟大家講 生產函數還會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那我講偏微分 就是說我假設其他因素保持不動 所以我就定義這個東西 Marginal Productivity 他講的是呢 當我增加一單位勞動力的時候呢 生產力的變動會是多少 Marginal生產力的變動會是多少 這個是生產力的變動 生產力的變動 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根據 根據 根據 這個 這些數學式呢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用圖形來呈現它 用圖形來表示這個概念 用圖形來表示這個概念 一般來說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生產函數呢 把它用數學式來把它畫下來 OK 我討論的是 生產函數 生產要素跟產出之間的關係 我現在假設其他因素生產要素都不動 所以我只調整L 然後討論L跟Y的關係 經濟學家經過數百年的觀察 發現生產函數大概都可以去畫成這個樣子 大概都有這樣的關係 或是都有這樣的Pattern 都有這樣的Pattern 那這個Pattern呢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TP 這個叫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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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函數大概都有這樣的Pattern 那這個Pattern呢 有什麼意涵 我們用另外一個圖 把AP跟MP畫出來 大概你們就會知道 這後面有什麼意涵 好 第一個意涵是這樣子 第一個意涵是這樣 你知道 我TP帳號我不是隨便亂畫的 第一個是 你看到他這個TP的斜率是 本來比較平坦 後來比較陡 後來再變得比較平坦 對不對 那他的斜率表是什麼意思 TP的斜率表是什麼意思 TP的斜率是這個東西 Pulsio TP over Pulsio L TP對L求偏微分 討論的是什麼 我每增加一單位勞動 那個總生產力的變動 增加是變動是多少 所以TP對L求偏微分 就是邊際生產力 那TP對L求偏微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東西的斜率 就是TP的斜率 所以你在這邊 你看到TP的斜率是什麼 一開始比較平坦 後來比較陡 最後再變得比較平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斜率呢 你就可以把它畫成這樣子 把它畫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編輯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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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生產力 編輯生產力 這個 這個 斜率 斜率 斜率呢 就是 編輯生產力 marginal productivity 所以 我的生產力達到最高的那個點 我的生產力達到最高的那個點 斜率是 斜率是0 斜率是0 是水平線 水平線 斜率是0 之後呢 斜率就變成負的 所以你知道 這個點呢 這個點是一個C點 那C點呢 就對應到這個MP MP 再通過C點以後呢 就變成負的 也就是說這個TP呢 總生產力的這個 函數呢 再通過C點以後 就變成是負斜率 負斜率的 所以MP就是負的 那你同樣也可以看得到 你同樣也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線裡面呢 有一個是什麼 斜率最陡的那一點 對不對 斜率有個最陡的那一點 OK 我就把它給找出來 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斜率最陡的那一點 斜率最陡的那一點 這個 這個叫做 斜率最大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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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變成負斜率 邊際生產力呢 MP 是總生產力 對L求偏微分 那總生產力 對L求偏微分 討論是什麼 我每增加一單位勞動 生產力變動多少 這個叫做 邊際生產力 所以他討論的是 生產力的變動率 生產力的變動 那通常呢 你知道說 總生產力 我增加一單位勞動的時候呢 生產力的變動率 這個叫變際生產力 所以他是總生產力 對勞動球偏微分 那TP呢 這個函數呢 這個圖形呢 對L球偏微分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圖形的斜率 就是這個圖形的斜率 所以斜率最大那點是A 那在這個圖上面畫出來 就是這個A點 這個MT最高的那一點 那一樣 他是水平線的時候 表示他是通過0的那一點 所以在C點 這個是MT的圖 這個是MT的圖 那同樣的呢 我們在這個圖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AP 平均生產力 來什麼叫平均生產力 平均生產力 這個概念叫做總生產力除以L 總生產力除以L 那這個圖怎麼讀呢 我跟你說 比如像我現在這邊有個B點 我現在這邊有個B點 B點畫上去 這個圖跟你說 這個圖跟你說 當你的L 是當L是 當你在B點的時候呢 你L有這麼多 那這個圖跟你說 在B點的時候呢 你的總生產力呢 是這麼多 我寫PB 這個叫做LB 我畫上去B點的時候呢 對不對 我畫上去B點的時候 B點 畫上去找到那個TPB 這個是表示什麼 這個表示說 你這時候的勞動的量 投入的量是LB 然後呢 總的生產力呢 跟你說是什麼呢 是TPB 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呢 畫一條線從這個點 這個點我給他說 叫做大B的B點 然後這個圓點就是O點 你畫一條線 從B點到O點 來 OB這條線的斜率 OB的斜率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就是這個TPB除以LB 對不對 OB這條線的斜率 是不是就是TPB除以LB 對不對 你的LB是這樣子 LB是這樣 TPB是這樣 所以TPB除以LB 就是這條OB線的斜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平均生產力 所以你知道平均生產力是什麼意思 平均生產力就是 比如你在A點 A點 你在這邊有個A點 然後這邊有個A 從原點O畫到A這點 從O畫到A的這個斜率 就是A點上面的什麼 平均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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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畫一條平均生產力出來 你就可以畫一條平均生產力出來 平均生產力 這個是平均生產力 平均生產力 那從這個圖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 平均生產力 最大那一點是哪一點 就是我現在畫這個B點 對不對 原點 畫上去 TP相切的那條線 對不對 我現在在B這點 我從原點畫出來 畫到B這個 這條線 是不是剛好跟TP相切 對不對 所以它有個特性是這樣子 AP跟MP的交點 剛好是AP的最高點 所以這個是B 這是B 來我註明一下 如果你不清楚 我等一下下課來找我 用數學證明給你看 不過我也省大家時間 跟大家腦力 我就不做這個證明 你有心我就證明給你看 不過你知道說 MP跟AP的交點 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AP的最高點 MP跟AP的交點 就會是AP的最高點 就會是AP的最高點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AP比較困難 MP比較容易理解 MP就是斜率 TP的斜率 那AP就是說你在TP上面 畫一條線跟圓點 畫一條直線 然後這條直線的斜率 就是APP 比如在B點畫B B跟0 圓點OB線的斜率 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AP A這點畫上去 找到A這個點 A點跟圓點O點 畫一條線 這條線的斜率就會是AP AP的觀念比較難理解 不過你們可以試著去理解看看 這種圖有沒有問題 要求那個斜率最大的點 那點是要幹嘛 你說這個MP斜率最大跟AP斜率最大那個點嗎 你說MP斜率最大那點 你說MP斜率最大那點 你是要幹嘛 沒有要幹嘛 只是它的特性而已 只是它的特性 AP最大那點 剛好跟MP交換點 也是它的特性 這個有一點關於是 在生產力這部分還好 可是將來我把它轉成成本的時候 它就會有點異議 它就會有點異議 這個等到我們成本線那邊 才會再講 可是我要先跟你說 AP跟MP的交接點 剛好是AP的最大點 這個東西在成本線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類似的概念 然後在這邊可能還好 不過在成本那一塊 你就會看到它就會有些意思 不過這個等到我們到成本線的時候再來談 等到我們到成本線再來談 不過反正你現在知道 有一個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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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有一個這樣子的特性 好 那我剛剛前面說到 我剛剛前面說到 我說 我畫這個圖 不是隨便的 變亂畫的 我說大多數的生產元素 都有這個Pattern 這個Pattern 當我畫這樣的時候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可是當我畫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會看得出來 這裡面有個什麼特性 這個特性是什麼呢 當你的邊際生產力 超過A點以後 你的邊際生產力 隨著勞動投入的增加而递減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對大多數的生產來說 你這個A點呢 可能在很前面 也可能在很後面 比如像有些重工業 化工 鋼鐵 這些重工業 這個A點可能很後面 可是不論如何 經營學家跟你說 人類的所有生產行為 都會有這個特性 也就是說 超過A點以後 邊際生產力 會開始 你會看到D減 而因為邊際生產力D減 所以你也會看到 平均生產力也會D減 那這個東西 這個就叫做邊際生產力D減 所以我說我畫這個圖 不是隨便亂畫 我畫這個圖的重點 是一個邊際生產力D減 這件事情 是邊際生產力D減 這個事情 那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那什麼是邊際生產力D減 我們可以再用一個簡單的 例子來講這個事情 舉例來說 比如說種田 農夫種田 農夫種田 這個事情 農夫種田 你可以想像說 你可以想像說 現在這邊 有一塊農田 有一塊農田 那農夫來種到假設三個月收成 假設三個月收成 然後呢 我們剛剛討論生產函數 生產函數 我們要說什麼 勞動跟產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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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就是 想像說 勞動跟產出 產出 然後我們把這個題目 簡單的假設 也就是說呢 假設這個 這個農夫在這邊種到 然後呢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的那個原物料 他可能有一些稻米的種子 可是那個稻米的種子 相對那個 其實非常少 我們就忽略不計 然後我們中間這些肥料啊 農藥這些東西 我們假設說這個是 有機農業 所以他不需要用到肥料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 扣掉剛剛的這個蛋啊 Flour啊 麵粉這些東西 我們會想像說 這個農夫在種田 稻穀呢 這些東西是免錢 他上期留下來的 那他也不需要用到原料 也不需要用肥料 肥料就用自己的大便來代替 這個叫有機農業 Ogenic 用自己的死尿來代替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那個這個 這個原料 他就自己去種田 然後肥料就用自己的大便來處理他 所以我們就 想像這個農田的這個例子 產出就是你生產多少稻米出來 生產多少稻米出來 你的產出Y 等於這個一個FL 這個方米的例子 然後呢 一塊田 這個田是固定的 那你想像說 如果今天一個農夫 在這邊做農 這塊地 然後呢 你可以去想像 你可以去想像 他假設他的產出呢 是 三個月後呢 產出三噸頭 一個人 或這個假設 然後呢 他一個人呢 他可能覺得自己這樣做 做不來 所以他可以去找幫手來幫忙他 兩個人 你可以想像 兩個人呢 他們可能會有分工合作效果 所以兩個人呢 可能之後呢 總產出 這個叫總產出 總產出 總產出 他就變成七噸稻米 三個月後七噸稻米出來 然後他當然也可以去找第三個人來做 第三個人來做呢 可能你也知道 大家會受分工合作效果 所以可能三個人來做呢 你也可以想像到說 這個東西呢 可能他之後呢 這個產出會增多 可是你可以想像 一塊田 一塊田 他的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產量是固定的 一塊田 他的產量固定 所以一個人是三噸的時候 你能夠想像說 如果他今天跑一百個人進來 他會變成三百噸嗎 難以想像嘛 對不對 一塊田產量是固定 你一個人可能是三噸 兩個人可能會分工合作 大家一起幫忙 所以可能產量會再多一點 三個人OK 可能會分工合作 產量會更多一點 可是你知道到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 第六個人 到第十個人 到第100個人的時候 第100個人產量不會變三百 他會有個極限在 對不對 他會有個極限在 比如像你可以想像第四個人的時候 他可能變成是十二 第五個人的時候呢 可能變成是 OK Sorry 第四個人的時候 你可能變成十二點五 那第五個人的時候 你可能就變成十四 第六個人呢 可能這個田的極限就到了 十五 對不對 所以 一塊田的產量是固定 你可以想像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這個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說 這塊田塞一百個人 他產量就變成三百 不會 他會 你一開始可能會有分工合作 可是到了後來 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慢慢的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產量有極限 而且很有可能 你變成到一百的人的時候 我跟你說 產出搞不好變成零 不會變成 不會變成三乘上一百 也不會是十五 為什麼一百人會變成零 因為大約一堆人在田裡 踩來踩去踩去踩 踩去踩去 腫毛都被踩死了 對不對 所以第一百人搞不好就是零了 搞不好就是零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種田會有這個事情 很容易理解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來 把他的編輯產出給弄出來 編輯產出 MP 編輯產出 第一個人的時候呢 是多少 3 第二個人的時候呢 從3 變到7 所以是多少 加4 對不對 所以編輯產出就會變4 那第三個人呢 從7變到10.5 3.5 對不對 加3.5 所以就變成3.5 那第四個人呢 2 第五個人 1.5 第六個人呢 是1 所以從這個很簡單的討論 一塊田的產量是固定的 你不可能透過無限制的家人進去 把產量提升 你就看到什麼 邊際生產力低減 你就看到邊際生產力低減這個事情 你說看 第一個人是3 第二個人是4 然後第三個人是3.5 所以其實你就看得到這個事情 你就看得到這個事情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邊際生產力低減 你都看得到這個事情 邊際生產力低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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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種田的這個例子上 你其實可以想像嗎 一塊田的產量是有限 你不可能通過無限的家人進去 讓產量提升 他一定會碰到這種情形 第五個人 第六人的時候 你在塞多人進去 他產出增加有限 除了這個人之外呢 我想你們現在還沒有這個經驗 二三年級比較會有 不過我大概可以跟你講 以後你們就知道這個事情 先有經理準備比較容易 通常在大學有種情況 叫做團體報告 團體報告就是一堆人一起做事 一堆人一起做事 那大多數的人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說團體報告 如果是你們這組 你都沒有朋友很慘 只有一個人做 你可能團體報告要花三個禮拜來完成 那如果說你找到朋友 只有兩個人 你可能假設說大家分工合作會快一點 就變兩個禮拜 三個人可能更好 變一個禮拜 可是你一定都會發現這個情形 是什麼情形呢 分組報告人越多的時候 就會有人沒有站立 對不對 三個人可能一個禮拜就可以完成 第四個人呢 還是一個禮拜可以完成 第四個人 他還是要花一個禮拜 對不對 分組報告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這種情形 人越多到最後 就會有人沒有站立 對不對 可能你們沒有辦法提供 如果你們才二三年級 都會有同體會 更衰的是什麼事情 更衰的事情 如果是說你交到第五個人 第六個人 就會有人站立是負的 對不對 一定有站立是負的 每天都來開會 然後每天都在罵 罵一天罵 這個亂做那個亂做 然後開會的時候他又不來 然後也不做事 或是假裝在旁邊很忙 對 有人沒有站立就是有第三個機制 每天都假裝很忙 他沒做事 沒做事就算了 還一直亂罵 說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然後叫你趕這個趕那個 本來一個禮拜可以完成的事情 加了這個人進來後 就變成兩個禮拜可以完成 對 一個禮拜都在處理他的事情 我跟你講 這不是他的錯 這叫做邊際生產的理解 這叫邊際生產的理解 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難免會碰到這種情形 對 難免會碰到這種情形 所以第五個人 沒有站立就算了 站立是負的 那就很敢 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團 那個小組分組的人就不能太多 對不對 你要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那個農夫也是一樣 你人太多到外 你站立就會是負的 因為他就會去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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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去那個桶子去挑剔 所以這個是邊際生產的理解 這個是法則 很多地方你都會看得到 甚至在什麼呢 甚至這個東西可以解釋人類的歷史變遷 等一下我們下個來講 這個關於怎麼來討論人類的歷史變遷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關於幫大家找我拿健檢報告 等一下那個廖宇熙 然後李怡平陳正廷 還有這個劉永俊跟那個蕭羽 好 趕我來 有來 дней去找我一下 誠快 zo ob 拿健檢報告 ら커� Evo Keo 商介包 電源 好 statistical 我跟大家說到說 我這個圖不是隨便亂畫的 我這個圖不是隨便畫的 我畫說這個圖呢 後面其實是有個pattern 這個pattern是什麼呢 在各種生產的 各個產業裡面 或者說普遍性的 人類的生產存在這樣一個現象 這是一個自然率 也就是說不管在人產業 你通過A點以後呢 邊際生產力都會開始B 邊際生產力都會B 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好 我剛剛講的農業的例子 其實你就看到這個事情 那我也跟你大家說 以後你在做管理報告 你一定也會碰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邊際生產力地點 那我說這個東西呢 甚至可以來講人類的歷史變遷 這怎麼說呢 這個馬爾薩斯 一個這個馬爾薩斯 一個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 他寫的非常有名的一個 這個很當然在國中的 在高中的什麼世界思想史 可能都聽過這個 這個叫人口論 馬爾薩斯人口論其實 其實就有在談 就有在談這個事情 馬爾薩斯人口論呢 他說什麼呢 可能你們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 他說 人口的成長成幾何 那個算數級數 可是量 人口成長成幾何級數 可是量實而成長的 只成算數級數 也就是說 可能以前你們高空科本是這樣寫 不過Anyway 他要講的中文是什麼 他要講的中文是說 在十九世紀以前 他所觀察到人類歷史的現象就是 人口成長速度呢 總是比糧食成長速度快 所以有一段時間 人類就會面臨飢荒的問題 死一批人 然後再重新開始 再重新開始 那這個東西怎麼來理解呢 你可以去這樣理解 我剛剛用農業當例子 其實不是隨便亂舉的 其實是因為我要討罵 薩斯這個事情 在十九世紀以前 人類社會主要是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就是新時期 從採集狩獵之後轉變到 採集狩獵社會以後 人類有幾千年的歷史 都是農業社會 生產地主要都是農業 那也可以想像 地球的土地是固定的 就像我剛剛講這個 農業的土地上是固定的 一個人的時候產度是三 你不可能變成一百個人 然後產度變成三百 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土地上的地利是有限的 你還有可能一個人產度是三 可是可能到六個人 七個人甚至到十個人 產出可能就到極限 你再栽人進去 產出沒有辦法再增加 甚至有可能會減少 所以呢 在農業社會裡面呢 基本上人口是什麼 人口就意味著是勞動力 所以當你人口增加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人口增加 就是農田上面的勞動力增加 一開始的時候呢 人口變成勞動力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呢 在農田上面 勞動力增加 產出會增加 可是慢慢的 隨著人口越來越多 勞動力越來越多 多的勞動力呢 就會變成是沒有效的勞動力 那你就會看到邊際生產力低減 所以這個就馬爾薩斯在講了 他就是說人口的增加 對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人口的增加速度越來越 就是他是1、2、3、4、5、6 再增加 可是呢 產出的增加呢 從3、7、10、5、12、5、14、15 到最後他就會通到一個極限 產出的增長速度就會變慢下來 可是人口增長速度呢 還是以一個固定的速度在增長 所以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後面其實imply 就是農業的生產力 會有邊際生產力遞減的問題 那邊際生產力遞減的問題 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們用這個圖來表示 上面也畫了 我在底下再畫一次 我在底下再畫一次 你看到邊際生產力遞減 我們剛剛也畫過 因為邊際生產力遞減的關係呢 你就會看到了另外一個事情 平均的生產力呢 也會遞減 平均的生產力也會遞減 平均的生產力也會遞減 在農業社會裡面呢 人口就是勞動力 隨著勞動力的增加呢 產出會增加 可是它會有個極限 所以最終邊際生產力遞減 而最終平均生產力也會遞減 好 這後面有什麼 深遠的implication 我跟你說 人活著 人活著 你其實需要固定的糧食 對不對 你有一個最起碼的糧食嘛 你會有一個最起碼的 平均糧食的分配 你如果糧食低於某個程度 糧食的分配低於某個程度呢 你人就活不下去 好 那AP是什麼 平均生產力什麼 平均生產力叫做 平均生產力叫做 你兒總產除以勞動力啊 我說在古代社會 勞動力就是人口 所以這個平均生產力也表示什麼 也表示平均每個人能夠分得到的糧食 對不對 所以邊際生產力遞減 所以平均生產力遞減 那這表示什麼意思 平均每個人分到的糧食會越來越少 那少於什麼程度 我剛剛講說 你人活著 你需要一個最起碼的糧食 對不對 你如果糧食低於這個程度 以後你就會發生什麼 你就會餓死 你就會餓死 所以我說這個叫做C requirement C requirement 我把它寫下來 C requirement 就是你的所需的最低 所需的人活著 所需要的 平均每人所需要的 最低消費水準 最低的食物消費水準 最低的食物消費水準 所以從這個圖 你看到什麼 你就看到了馬爾薩斯說的那個東西啊 隨著人口的增長 勞動力的增長 勞動力的增長 五片一個固定的速度 可是呢 糧食的生產越來越低 糧食 糧食的 我應該講說 糧食生產增加的速度 越來越低 糧食生產增加的速度 越來越低 所以你其實看得到 阿爾薩斯人口 人口論 他講究這個事情 隨著勞動力的增長呢 隨著勞動力的增長呢 AP平均生產率呢 會下降 然後AP呢 最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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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小於 小於這個C requirement C IQ C IQ 然後你看到 如果C呢 如果這個 這個AP 平均生產力 也就是說 平均每個人能夠分得到糧食呢 小於C requirement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會發生飢荒 因為每個人分得到糧食 每個人分得到糧食會不夠啊 然後營養不足 你也會發生疾病 那如果有人肚子餓 他可能不甘願 直接平均不住 就肚子餓 他就會出來幹嘛 他就會出來搶劫 他就會出來搶劫 跟作亂 那這個就是什麼 戰爭的內亂 所以 馬爾薩斯人口論 他就講說 在19世紀以前的人類農業社會 這個事情是 周期性的發生 一開始呢 大家 人口沒有很多 那慢慢人口增多 大家分工合作 所以大家會有算富足的生活 那等到開始 富足生活 富足生活 馬爾薩斯人口說 以前的人在家晚上沒事做 就努力生小孩 他就這麼說 沒有其他娛樂嘛 就努力生小孩 努力生小孩 人口就開始增多 人口增多 勞動力增多 產出增多 可是平均生產力 跟邊際生產力在遞減 減到一定程度以後呢 就會開始平均每個人分得到糧食不足 平均每個人分得到糧食不足 就會開始有疾病 有飢荒 然後就會開始打仗 打仗跟搶劫內亂 然後打仗搶劫 就會開始殺一批人 人死慌慌以後呢 大家又回到富足的生活 這個就是馬爾薩斯爾人口論在講的事情 馬爾薩斯爾人口論在講的事情 這個東西呢 聽起來很抽象 我們拿一些具體的歷史來看 你來看中國古代那個皇朝 中國古代王朝 如果你翻看歷前歷史課本 其實你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pattern 這些pattern其實是很妙的 你看看 漢唐明清這四個朝代 過去歷史課本怎麼寫 開國的幾個皇帝都是英明神武 對不對 英明神武 那歷經圖治人民有富足的生活 然後大家就說 這是皇帝英明神武的關係 等到朝代末年通常都是什麼 皇帝荒淫無道百姓生活困苦 然後又一堆內亂士氣 然後國家又完蛋了 對不對 你過去你看漢朝是什麼 漢朝末年 東漢末年是什麼 東漢末年是皇朝之亂 東漢末年是黃金之亂 清朝末年也有一堆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對不對 你都看得到這個pattern 那你現在看這個pattern 後面有沒有什麼路 在那裡 同學有什麼都看不到 這個Fami Fami 然後Desease 疾病 戰爭 跟Riot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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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總不能說奇怪,各朝各代總是搞個兩三百年以後就會出現爛皇帝 然後就一系列的爛皇帝,你就想想說這很像怪怪的 如果說他們的教育體系,皇帝裡面教育體系,明朝清朝那個教育體系都很注重 然後都有一些搞法,怎麼每次搞到最後兩三百年後都一定會出現爛皇帝 那開國那些皇帝每個都一名神儒 那你就想想,奇怪這個道理裡面有什麼改變,有什麼變動 為什麼最後幾個皇帝都爛爛的,那前面幾個皇帝都一名神儒 你可能會看到什麼呢? 他在史書對這些人的描述後面可能depends,那個人民那時候的生活 其實真正比較關鍵的是那個人民的生活 都會有這個pattern,你看到人民這種都有這個pattern 朝代一開始大家都比較富足,朝代末年的那個人民生活都非常困難 人民生活都非常困難,這個pattern呢 不是經濟學家會跟你說,這個後面這些pattern呢 不會是什麼?不會是皇帝的作用 不會是皇帝的作用,這後面是有一些更深刻的路 那這些更深刻的路,就算你是朝代開國那些看起來一定是皇帝 擺到那個時代去,我跟你說哪個一樣做不好 我們剛剛講,我們來講清朝 清朝你們都已經看過清宮劇,清宮劇都亂言一通 清宮劇都是康熙、乾隆、雍正 康熙、雍正、乾隆那三個英明神怒,瓦赫哥瓦赫 然後以前歷史根本都會把慈禧罵得一塌糊塗,說慌明無道啊 然後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比如像如果你看慈禧秘密生活 你每次講慈禧,一段時間就跟我講說邱淑貞 邱淑貞你就會想到慈禧就是那個樣子,就邱淑貞那個樣子 或就是整毛,邱淑貞那個樣子 一段時間就會想到那個,可是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會跟你說,現在有些人就覺得說慈禧其實是個厲害的角色 其實慈禧是個厲害的角色 你把康熙、雍正、乾隆隨便抓一個人到慈禧那個朝代 他所面臨的時代,不會幹得比慈禧來得好 不會比慈禧幹得來得好 所以到底是慈禧荒明無道 還是說慈禧所面對的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是比較困難的 那慈禧面對那個環境是怎麼個困難法呢 我列幾個數據給你看,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來,這個數據是人口的數據 人口的數據 清朝的人口數據 在清初呢 清初呢 清初是幾年呢 1655年的時候 剛好他們大天下底定的時候 在華夏這塊土地上呢 人口大概是 四千萬到五千萬 大概是四千萬到五千萬 到了清末的時候呢 其實嚴格來說不是清末啦 是清朝 中葉以後啦 就是末年 1851年 還沒有到結束 為什麼會 他們還可以撐了五六十年 其實是慈禧的 慈禧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1851年的時候 你猜他們人口變到多少 清朝到1851年的時候 人口變成是 四三二一六四K 所以你看到什麼事情 1851年的時候呢 清朝人口比清初成長了十倍以上 華夏這塊土地上擠了四億的人口 那你只要回去看 馬爾薩斯講那個事情 你都會知道啦 那個Pattern一定會出來 對不對 清初的時候 大家人民富足 過了良好的生活 對不對 因為人口只有四千萬到五千萬 等到過了一段好生活以後呢 乾隆大概大概18世紀末年嘛 就是1798幾年 179幾年都還是乾隆的時代 乾隆時代再過五十年 清朝人口成長到 整個兩百年間 到乾隆後年的時候 其實開始已經生活狀況不大好了 整個兩百年間 人口膨脹到四億多 整個人口膨脹到四億多 所以四億多的時候 你看馬爾薩這個圖 你就知道人民生活怎麼可能會好 一定不會好 人口太多了 人口太多了 所以後來清末戰士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歷史課文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太平天國嘛 對不對 而且你把這些東西全部集中起來 你就會知道 那個時候其實非常恐怖啊 太平天國時間是多少 1851年到1872年 然後呢 太平天國是發生在南中國嘛 從廣西開始 然後到來長江以南 全部都出 都出這個問題啊 然後呢還有個輾亂呢 輾亂是什麼時候 1851年到1868年啊 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那個什麼 河南安徽一帶嘛 江蘇嘛 中國的中部黃河流域 跟長江流域之間 然後呢 還有一個 回變啊 對不對 回變嘛 回變在什麼 陝西甘肅一帶 發生時間是什麼 1862年到1877年 你看1851年之後發生三個大的亂事 發生三個大的變動 然後我跟你講 那個deskto死亡率 死傷人數 應該說死亡 不是死傷 死亡人數了 太平天國的死亡人數呢 據估計在 在兩 在多少 在兩千到三千萬 二十到三十 米連 到兩千到三千萬 輾亂不知道 可是預估大概也是在兩千到三千萬 回變呢 大概也是十兩千萬到三千萬之間 大概在兩千萬之間 回變死人 也很恐怖 陝西甘育一帶 都是整個圖村在圖的 所以像太平天國 南中國 碾亂在中部 中國 回變在西北中國 三個發生時期都在1851年前後 那個時候 失憶人口 所以你就看到什麼 你看到 馬爾薩斯講這件事情 馬爾薩斯講這件事情 三個亂事 三個大的民變 全部都 每個都大概死傷人數 在幾千萬以上 太平天國 每次人家跟我講 南京大屠殺 對漢人跟我講 南京大屠殺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 你一直在講太平天國那個 因為三天裡面死十萬人 那個比日本人還好 三天死十萬人 南京大屠殺 那個 曾國藩的鄉軍 打下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以後 屠城 一屠三天就十萬 殺得很狠 所以 整個三大亂下來 大概就死傷五六千萬以上 我跟你說 到了1912年以後 大家的生活 勉強就好一點了 大家的生活 又勉強好一點了 1912年的時候 人口到34793K 大概少一億 大概少到快一億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 這個是非常恐怖 那慈禧什麼時候 接掌朝政 慈禧什麼時候 接掌朝政 慈禧呢 他接掌朝政的時間 大概從1861年開始 那時候兩宮聽政 兩宮聽政 到1873年以後 他開始掌權到1908年 1861年 剛好太平天國 很多年亂 回遍都正在大亂 正在最大的時候 所以你想想看 清朝在1851年的時候 你碰到這個事情 你隨便換到康熙、雍正、乾隆 這些號稱 什麼大帝的人 來處理 不見人能夠處理 大概都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都差不多 因為這個問題在 在那個年代 在那個古代 古代中文那個年代 大概很難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問題 大概很難去面對 這種情況就是 人口太多了 所以人民生活一定困苦 困苦的結果就是會出來 你不想餓死怎麼辦 就揭竿起義 就出了小鎮 就出了小鎮 打一打死了一起 死了快一億 死了就快一億了 所以王朝的末年 大概都會看到這個情況 那生活困苦 那你說到底是不是皇帝的錯 很像也很難 這個自然綠在那邊 以古代的基礎 大概沒有辦法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漢朝 唐朝跟明朝 基本上碰到這樣的變亂呢 國家就會完蛋 你想想看 三個變亂死一億的人 死掉快一億的人 本來是失憶 現在死掉一億 就大概死掉25% 死掉25% 大多數的王朝 都沒有辦法挺過這種變亂 你看看那個漢朝 漢朝末年碰到黃金賊 就出現三國治了嘛 後來你打電動你也知道 你就跑出一堆人出來 就跑出一堆人出來 然後漢朝最後就完蛋了 那 那 唐朝末年 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大家都知道 是被李治成幹掉的 李治成 那時候明朝末年 為何李治成 其實那時候明朝碰到的環境 其實更為惡劣 他不只是碰到這個馬爾薩斯的狀況 人口太多 他還碰到小冰河時期 那個時候也有所謂的小冰河時期 在十六世紀 十六世紀的時候 那是席捲全世界的 然後小冰河時期 東方這邊是 東方這邊又碰到明朝的覆滅嘛 那在歐洲那邊 他們那時候講小冰河時期 聽說是那個倫敦的太武士 那個都整個都結冰 整個都結冰 小冰河時期 所以農產的產量一定會下降 農產產量下降結果 就是一堆人會死掉 你不想死掉 你就會結桿起 所以明朝就被闖亡 李治成幹掉了 那清朝末年也是啊 三大變亂死掉快一億的了 可是呢 清朝他們挺過這個 所以本來清朝末年 如果你是在過去明朝 明朝的那個情況 那個紀錄橋之下 1851年這個時候 大概這三個亂出來 大概就game over了 大概就game over了 慈禧1861年掌陣 他還能夠撐過這個 那關鍵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們還面對 另外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這個叫做西風動物界 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有講 西方世界來了 他那時候碰到這個辯論 那這個其實一方面是 歷三千年以來 人類未從偏 應該說三千年以來 這些在華夏中國 從來沒碰過的變動 雖然是三千年以來 所以所未常碰過變動 可是也是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為什麼清朝能夠挺過這三個 因為洋槍洋炮來幫忙 對洋槍洋炮來幫忙 那時候他們找那個 找那個中國反他們出來 他們就跟很多西方的人家合作 他合作以後你就解決這三根辯論 怎麼說 西方怎麼有辦法解決 因為已經進入熱兵期的時期了 以前是純粹都是冷兵器 冷兵器就是靠肌肉的力量 誰的軍隊人多誰就贏 進入熱兵器的時候 來一堆人也沒關係 我大炮一公分就死一片 對吧 所以後來找那個西方人來合作 他就解決這個事情 1861年慈禧剛上台的時候 他也是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 也是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 所以清朝因為這個西方人的幫忙 所以就勉強再多活了五六十年了 剛好也是慈禧長征 到1908年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這個長期的這個歷史變遷 這個城王敗寇 朝代末年到底生活困苦 民亂世紀 這個到底是因為皇帝的功勞 還是因為後面有一個深刻的自然綠在那邊 在這邊影響 其實有些時候要仔細想想 歷史的變遷 有些時候是有一些深刻的自然綠在後面 深刻的自然綠在後面 那個公侯將項 這些皇帝啊 將領啊 他們可能 有些時候會發揮一些作用 可是是不是能夠真的去影響 或改變整個歷史的進程 有時候還蠻難說的 有時候還蠻難說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生產函數 這個部分 會跟生產函數 大概跟大家講 有沒有什麼問題 OK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談成本函數 談完生產函數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談成本函數 談成本函數 那你可以說生產函數呢 是描述什麼呢 你的產量 跟你的那個什麼 生產要素的關係 頭入跟產量的關係 產出的關係 那成本函數呢 那成本函數呢 他就描述呢 他就是描述呢 他就是描述了這個 產量呢 產量呢 跟成本的關係 產量跟成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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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成本呢 就是只是在把生產函數這個東西 在進一步擴展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剛剛講 生產函數呢 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 產量 產量跟生產要素 投入的關係 那你只要把生產要素的使用量 生產要素 生產投入生產要素 的使用量呢 乘上 乘上 乘上價格 你就會得到成本 乘上價格 你就會得到成本 生產要素的使用量 乘上價格 你就會得到成本 你就會得到成本 那同樣的 我們在討論 討論那個什麼 我們在討論 生產函數的時候 我們有分長期跟短期在討論 我們討論那個成本函數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分長期跟短期來討論 長期跟短期來討論 那我說什麼叫短期 短期就是說 你有些東西是不能夠調整的 長期是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調整的 所以同樣的 因為在 因為在短期的時候呢 有些東西是不能夠調整的 所以同樣的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我們在短期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成本拆成 有些東西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付的 你不可以調整 跟有些東西是你可以調整 隨著你的產量變動和變動的部分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談生產要素的時候 我們會分長期跟短期來討 什麼是短期 短期就是有些東西你不能動 生產要素某些東西你不能動 像我們剛剛講的 資本你不能動 技術你不能動 長期是什麼呢 全部東西都可以動 全部都可以動 所以同樣談成本 還素的時候 我也可以分成什麼 長期跟短期來談 那什麼叫做短期 短期就是有些東西我不能動 這個動不能動 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你固定要花的 這些東西是你固定要花的 你固定要花 所以這些東西是什麼 不隨你產量變動和變動的成本 那有些東西是說 隨著你產量變動和變動的成本 我這樣講你可能很抽象 不過沒關係 我們把它進一步寫下來就會清楚了 短期的時候呢 我可以將成本分兩塊來討論 我們可以分兩塊來討論 我們分成兩塊 一塊叫做固定成本 一塊叫固定成本 一塊叫變動成本 固定成本 那固定成本就是說呢 不隨產量變動和變動的 不隨產量變動的 不隨產量變動的 那變動成本呢 就是會隨產量變動的 隨產量變動的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生產函數 我們剛剛講生產函數說呢 我們剛剛講生產函數說什麼呢 我們說你的生產函數Y等於 A k alpha beta 我現在把K寫在前面 把K寫在前面 那什麼叫固定成本呢 我說 比如你在生產裡面呢 你短期 你會有這一塊 不能動對不對 我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前面我說這一塊你代入20 代入20 代入20 那你這個一塊代入20 就是表示說你的A k alpha 你這邊呢 固定 投入某些資本 投入某些紀錄 這些東西要付錢啊 對不對 這些東西要付錢啊 對不對 這就表示說呢 你固定要付這一塊的錢 那這塊錢呢 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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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L生產 找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六個人 你這跟A k就是你已經代進去了 你就是固定買這些機器在那邊 瞭解有意思嗎 你可以想說 這個代入20 就是什麼 你已經買機器在那裡了 買機器你要付租金嘛 你要付租金 記住你要付錢啊 比如像說 跟人家買專利 你要付人家專利使用費 像這種東西 那是什麼 你生產零 你機器還是擺在那裡 你固一個工人 固兩個工人 固三個工人 你那些錢還是要花 你那個錢固定要花 你不能調整那一塊 你產量是多少 你不能調整那一塊 這個就是什麼 固定成分 變動成分就是 你要生產就開始找勞動力 就開始找工人 找一個工人 兩個工人 三個工人 隨著你找工人不一樣 那個產量會不一樣 這塊就是變動成分 這塊就是變動成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你的總成本呢 我們說這個叫 Total Cost 把你的這個 Total Cost 呢 我們把它寫成呢 我們把它寫成 這個 Total Fixed Cost Total Fixed Cost 然後加上 Total Variable Cost Total Fixed Cost Total Fixed Cost 就是固定成本這一塊 不隨產量變動而變動 你不能夠調整 你不可以調整你的資本 如果你今天可以調整你的資本 那你的這塊付給資本的錢呢 你比如說你多買機器 多付租金 像這種東西 你多買機器 產量當然會增加 那這塊就是什麼 這塊就是你的 如果你可以調整這塊的話 那這個就是變動成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短期的時候 我說有些東西不能調整 機器你買了就買了 你固定要付這個錢 就要付這個錢嗎 你不顧工了 你還是要付 你顧工了你還是要付 那你也不能不可能透過 我調整這一塊 那增加我產量 因為資本就是固定 固定要付這個錢啊 所以你產量是100 你還是要付這個錢 還要付這個三台機器的錢 你產量是0 你還是要付這三台機器的錢 理解啦 所以這個就是固定成本 總成本我們用TC來表示它 固定成本用TFC來表示它 然後變動成本用TVC來表示它 TVC來表示它 好 那同樣的呢 我也可以畫一個圖出來 根據這個總成本的圖呢 總成本呢 我也可以畫一個這個圖出來 我也可以畫一個圖出來 這個圖呢 因為這個圖呢 因為我們剛剛討論的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討論的 討論的那個生產函數的 的那個樣子 所以一般來說呢 你這個什麼 你這個總成本的圖呢 會長這個樣子 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生產函數呢 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Pattern 所以呢 你畫到出你的總成本的圖呢 它會有這個Pattern 為什麼這個Pattern 這個下個禮拜 會數學式直接來推到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我們下禮拜會想推到 還會有練習給你們做 大家就會很過癮 不過呢 你會知道說 這個總成本的圖呢 大概會長這個 然後它是跟生產函數有點關係 生產函數 因為生產函數 我們畫出來那個樣子 所以總成本函數呢 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圖怎麼讀 這個圖是這樣讀 這個圖跟你說 如果你的產量是Y1的話呢 這個圖跟你說 這個圖是描述什麼 這個圖是描述說 你的成本跟產出的關係 所以這個圖描述的是說 當然產量是Y1的時候呢 你的總成本呢 會是TC1 它就是描述你的產量跟你的這個錢 成本的關係 它就是描述這個事情 所以它就說 如果你的成本 你的產量是Y2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總成本呢 就會是這個TC2 就會是這樣子 啊 雖然你在這個圖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第一個事情 是你的產量是0 你固定還是要付一筆錢 這筆錢就是什麼 TFC 也就是說我剛剛跟你講的 假設我們用COPDUNK 生產出來 就等於是什麼 AKα你帶20 這已經帶一個常駐進去 就是說帶一個常駐進去 你現在有買機器 年初你這個工廠 就是有三台機器 三台機器就是要付租金 跟人家租的 簽約是一開始就簽好了 可能去年就簽了 所以去年就簽了 今年呢 大概還是要付這個機器的租金 你如果不找員工來生產 你覺得我今年我不幹了 可是你跟人家簽約 去年就簽了 簽了三年約 你今年這個約說 機器還是要付錢 你可以不付 可以啊可以不付錢 然後總要去關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要付這個錢 所以就算你今天不找人來生產 你還要付這筆錢 如果你找了一堆人來幫忙生產呢 機器是三台 你沒有買新的機器 那你還是 你不能買新的機器 因為這個不能調整 所以就算你找100個人來生產 你還是只要付這三台機器就好 所以這個叫做TFC 總固定成本 因為你不能調整 所以你這個錢呢 你付還是得付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圖 你就看到這個東西 就算你產量是0 你還是要付這個TFC 你產量是Y1的時候呢 你還是付這個TFC 你還是付這個TFC 你產量是Y2的時候 你還是付這個TFC 不過呢 你產量是Y1跟Y2的時候呢 你的變動 變動就是上面這一塊 TVC 然後呢 上面這一塊 TVC2 會不一樣 總變動成本會不一樣 總變動成本會不一樣 OK啦 所以我們剛剛談生產行數的時候 我們談的總生產力 我們同樣談的平均成本力 跟平均生產力 所以在生產行數的地方 我們一樣可以談這個東西 我們一樣可以談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談那個總成本嘛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談平均成本 那什麼是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呢 用ACI表示他 Average Cost 他會等於呢 跟剛剛一樣 我用TC除以Y 我現在是總成本 除以Y 就是平均你沒生產一單位 你平均每生產一單位 一單位 你要付的錢 總成本是什麼 總成本是TFC除以Y 總成本是TFC加TBC嘛 所以就是直接TFC除以Y 加上TBC除以Y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寫成是 平均固定成本 加上平均變動成本 我們會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平均成本 那一樣我也可以寫出一個關鍵 我們叫做編輯成本 Marginal Cost MC來表示他 那編輯成本呢 是總成本對Y求為分 他討論的就是什麼 我每增加一單位生產 他成本增加多少 成本增加多少 那TC呢 是 TC呢 總成本是TFC 加上TBC嘛 所以你如果對TEC求為分 對Y求為分 就會變成是 抵TFC除以抵Y分 抵TBC除以抵Y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啦 所以我們就討論了 平均成本的概念 跟天際成本的概念 平均成本 TC除以Y TC呢 把它拆寫成TFC加TBC 同樣都是除以Y 那三角線是定義的意思 我就通常就把它定義成 TFC除以Y 我把它寫成AFC 這個是 A是平 A是平均 A是平均 A是FIX C是COST 所以這個是ABC 這是平均 平均固定成本 這個是平均 A平均變動成本 OK啦 然後邊際成本呢 MC是抵TC除以抵Y 那TC呢 是TFC加上TBC 那TFC是什麼 總固定成本 它會不會隨著 產量變動的變動 不會 所以TFC對Y求為分會是什麼 常數對一個Y求為分會是什麼 0嗎 所以這個東西 會是0 會是0 所以最後呢 邊際成本的人 就會變成是 只有看 變動成本的部分 只有看變動成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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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據這個關係是 我一樣可以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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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在這邊 這個讓大家操比較清楚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圖開始畫 第一個呢 我們現在畫 這幾面有幾個概念 AFC AVC MC 我們已經畫TC的圖了 那我們現在畫什麼呢 我們現在畫AFC的圖 AFC的圖比較簡單 AFC是什麼 TFC除以Y 所以就是一塊總固定成本 除以Y 總固定成本 除以Y 總固定成本是固定的啊 不適合產量變動而變動啊 所以呢 不適合產量變動而變動 那它就會是什麼 它就會是 長這個樣子嘛 這個東西是等於TFC除以Y TFC是固定的 所以Y越來越多 它就會越來越低 這個東西比較簡單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畫MC的圖 MC是什麼 MC是 TFC對Y球微分 TFC對Y球微分 TFC對Y球微分是什麼意思 就是 TFC這條線的斜率 有沒有看到 跟剛剛我們講生長的函數 是一模一樣的 MC是 TFC對Y球微分 所以 我 MC是 TFC對Y球微分 所以就是 TFC這條線的斜率 這條線的斜率長什麼樣子 一開始比較陡 後來變平淡 最後又變陡 對不對 一開始比較陡 後來變平淡 最後又變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MC的圖呢 MC的圖呢 會是這個樣子 MC的圖會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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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 AVC的圖是什麼 AVC是什麼東西 AVC是 TVC除以Y啊 對不對 那剛剛這個圖在這邊 已經畫了 已經畫了 很多東西了 可能大家會看不清楚 我再重新畫一次 我再重新畫一次 TVC TC的圖在這裡 TC的圖在這裡 所以TC跟你說什麼 TC跟你說 如果你今天產量是Y1的話呢 你今天產量是Y1的話呢 對上去 你的TC1就在這裡 你的TC1在這裡 你的TC1在這裡 然後呢 你知道說 你的這個什麼 你這裡面呢 有一塊是TFC 有一塊呢 是TVC 有一塊是TVC 所以當你的產量是Y1的時候 你會知道什麼 你會知道 你的這一段呢 是Y1 對不對 那你會知道 你的這一段是什麼 TVC 對不對 啊好 我在這邊畫個A點 跟剛剛一樣 這邊呢 假設這個是O點 我在O點跟A點之間呢 畫一條直線 請問這條直線的斜率是什麼 來 這條直線的斜率 這條直線的斜率 這條直線的斜率呢 他的斜率呢 就會是多少 就會是 TVC1除以Y1 這條線的斜率就會是TVC1除以Y1 來 我再重複一次 你的產量是Y1的時候呢 這個線跟你說什麼 你對上去A點 對不對 這條線跟你說什麼 你從0到這邊這一大塊 是你的總成本 那你的總成本裡面呢 有一大塊是 你就算產量是0 你還是得付的 這個叫做TMC 那從這上面開始算呢 O點 這個不是0 這個O點 O點在那邊算是TVC1 這表示什麼 你這時候總變動成本是這麼高 對不對 所以你從O到A 花一條線 這條線的斜率是什麼 就是這個TVC1除以Y1 TVC1除以Y1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平均變動成本 所以在這裡你看到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的平均變動成本一定是很抖的 對不對 那慢慢的呢 它會變得越來越平坦 可是最後它又會變得抖回來 對不對 你就看到它最後就會變得抖回來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畫出這個東西來 你的AVC呢 基本上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的AVC基本上就會長這個樣子 它剛開始很抖 它後來變小 最後又變小 然後呢 跟剛剛我們在講生產函數的地方一樣 它一樣會有這個特色 這個特色是 就是MC跟AVC的焦點呢 會是AVC的最低點 為AVC之最低點 它一樣會有這個特色 MC跟AVC的焦點呢 剛好會是AVC的最低點 剛好會是AVC的最低點 然後我們在這個圖上面 我們也看到一個事情 這個東西叫做 編輯生產因地增 編輯成本地增 編輯成本地增 這個東西叫做編輯成本地增 這個叫做編輯成本地增 在這個圖上面 我們也看到這個編輯成本地增 OK啦 那編輯成本地增呢 你可以看到 跟這個地方斜率越來越多 是有關係的嗎 這個編輯成本地增 是跟哪裡來的 因為我說這個成本函數呢 是上面這個 成本函數討論的是 成本跟產數的關係 成本是怎麼來的 生產要素的使用量乘上價格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討論 邊際生產力遞減的時候呢 我們討論是什麼 當你的隨著你的什麼 隨著你的 隨著你的 那個生產投入的增加 隨著你的生產投入的增加 到後面你每增加一單位生產投入 你所增加的產出會越來越少 對 你所額外增加的產出會越來越少 這表示什麼意思 這表示說 如果你的生產要素的價格是固定 譬如像固一個工人固定 每個月付他3萬塊錢 可是你固到後面 你當你工人越固越多的時候 到後面的時候 他邊際能夠增加生產力 是越來越低 所以你表示說 你最後面增加的那個生產力 你最後增加那個產量 他其實他的成本越來越貴 譬如像說 你一開始拚一個工人 花3萬塊錢 可以生產100單位 你僱用到第100工人 第100個工人的時候呢 第100個工人 到第101個工人的時候 你一開始的時候 顧一個工人 他增加100單位 他增加100單位 這100單位 足以3萬 你就覺得 每生產一單位 這時候成本很低 對不對 可是你 僱用到第100個單位的工人的時候 你再多增加一個單位的工人 多增加 多花3萬塊錢 可是呢 只增產一單位 這時候增加的生產單位 就 怎麼樣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貴 對不對 就變得非常這樣貴 我再重複一次 邊際生產力力增 表示什麼 隨著你的生產投入的增加 你額外增加的產出就越來越少 對不對 額外增加的產出就越來越少 是代表額外增加的那個產出呢 其實是越來越怎麼樣 他所要 他越來越值錢 或者說他所要耗的資源越來越多 對不對 你一開始僱用一個人 可以生產100個單位 到後來僱用到第100個人 增加到第101個人的時候 你多這個人 只多增加一單位 是不是增加多一單 這一單位 為了要多增加這一單位 你要耗掉一個工人 耗掉300 耗掉3萬塊錢 對不對 一開始的時候 一個工人3萬塊錢 他就可以生產100單位出來 對不對 生產100單位 所以邊際 生產力 遞減 就會導致邊際成本 遞增這件事情 這樣講很模糊 下個禮拜 我們用數學式來導致 你就會很有概念 你就會很有概念 所以這個是 關於生產函數的部分 關於生產函數的部分 你把它弄清楚 那個網大上面的題目 你做一做 你就會很有概念 你就會很有概念 這個是關於 那個生產函數的部分 那我們在講綱裡面呢 還留了一塊 這個叫做機會成本 就是說呢 這個在討論的是說呢 有哪些東西需要列入成本 這個呢 我們今天可能時間不大夠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再來講這一塊 我們再來把機會成本 我們再稍微講一講 我們再稍微講一講 那對今天這個東西 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成本的部分 成本的部分 OK啦 那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好 那不用喝 OK 好 感謝了 好 感謝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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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